由日本川崎重工製造的P1反潛机 低空掠过教越舰出云号 大量抛射热燕弹 海上自卫队70周年不只水上大阅兵 海上航空秀同样精彩 同样是日本自制机种 直舰US-2水上救难机越飞越慢 最后竟然直接降落海面 但别紧张 水路两用飞机可不是叫假的 在海面停妥后 螺旋桨一个加速 飞机瞬间又从海面起飞 TVBS独家获准登上出云号 参观自卫队20年来规模最大国际大阅兵 日本的铁杆盟友美军 当然也热情驻全 结束了东亚巡异任务 雷根号赶回横须贺 共同参与海上自卫队70周年的大日子 与日本旗舰出云号 以及顿位第二的直升机航舰日向号 形成三航舰同框的罕见画面 展现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大战力 作为全球排名第五的军事力量 自卫队却没有一般军事强权的霸气 反而相对低调 并且极力拉拢与民众的距离 以横须贺军港而言 虽然这里是东亚地区数一数二的军事重镇 但是却完全没有一般基地要塞的速杀氛围 一般民众可以对着美日的军事装备来进行随意的拍照 也不会有人阻拦 甚至还有专门导览军港的观光船 这与参访团队 走访美军甚至国军各大基地的经验 截然不同 这样特别的军民文化 与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 有极大的关系 这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日本他是战败国 所以日本他在战后 他要重建属于自己国家的防卫武力的话 他是非常的困难的 反对自卫队的这些军事武力发展的团体一直都在 因此他们选择跟民众比较拉近距离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发展出比较特别的 所谓的军事观光模式 这个现象在其他国家是非常罕见 然而这样的和平思想 却因为区域强权的扩张出现变化 以这次海上自卫队70周年大阅兵为例 各个亚太民主盟邦几乎都受邀出席 甚至连韩国都放下与日本的心结 只有中共海军不参加 更别提发动侵略战争的俄罗斯 根本没在受邀名单之中 为了防范极权政府威胁亚太区域和平 日本的军事准备也不断增加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调查 目前在台湾设点的美日外商 已经有将近半数正在进行 或是已经完成台湾有事的应变策略 包含设想中共入侵台湾 如何拟定驻台人员的撤离计划 显示中共的侵略意图 已经造成严重的亚太危机 中国的这个穷兵独武 或者是冒险的 这个攻打台湾 不是只有台湾的问题 也是日本的问题 也是美国的问题 也是区域的问题 对于区域和平的破坏者 民主阵营不再采取放任孤席 毕竟当侵略真的发生时 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TVBS新闻何佳阳 顾尚军 横须贺报道